大家好,我是Ted 今天呢,带来是腾讯天第一爬康星的一场比赛 今天呢,我这里是随机随到的一个兽主 然后对方是一个优地 从对方这个ID上来看 我觉得有点儿熟啊 等我想一样啊 我爱那个什么是谁 哦,我想起来了 好像是那个Hobestar 因为最近那个 我老是看那个比赛的一个 录像嘛 然后看录像的时候 我就觉得吧 对这一个ID 有点儿熟 这个Hobestar一来说 你这边搞我呀 这个本尊那肯定啊 对吧 TedTV那必须是本尊 我根据Hobestar知道我是谁 但是他不知道我是不是知道他是谁 哎呀 这一把的话 既然作为一个兽主打游地 然后对手这个Hobestar的话 我这个好像还得稍微生存玩一点 是吧 万一玩脱了的话 这个说不过去了 而且Hobestar的话最近也是很活跃啊 所有的比赛在参加的 反正朋友不就不认识Hobestar嘛 在这的话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Hobestar这位选手呢 是一个很老很老牌的一个选手 在最早0 他应该是05年的时候就开始玩了 因为06年的时候 我开始玩的时候 天天被他吊打 吊起来360度 无死角 然后各种技巧的吊打我 然后自从到了07年以后吧 07年以后我才开始慢慢的跟他打 有那么一点胜率了 所以Hobestar是属于一个老牌的一个亡灵 如果你们如果知道的早的话 像PGL当年的一场比赛 他跟Happy打过去 简直把Happy就完全的一阵乱吊打 就线下比赛嘛 然后打完了以后 我们全部膜拜着后不知道 我去你这个真的是有点拽的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嘛 毕竟现在玩魔咒的很多同学 都属于年轻的一辈 哎呀说到这儿的话 我觉得菜子真的是老的不行了 是吧 平时都是叫人家小伙子 以前天天被人家叫 威尘联的那个日子是一去不不返了 这里的话 Hobestar直接探路探到我了是吧 受阻 最近UD真的是很强势啊 你看无法任何打比赛也好 Hobestar打比赛也好 能赢好多好多的高手 好这里的话 我直接是来了一个首发先知 其实先知对于打UD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满擅长满擅长的 然后这里的话 去练一个点的一个技巧呢 首先先练这个绿皮怪 因为绿皮怪呢是 容易被这个近战打是有加成的 然后打完了以后 再去打一个白胖是吧 毕竟对方的一个开局呢 我证明是随机 他肯定是要来一个DK手吧的 不过证明的话 大家不要模仿啊这个 练机起来的话 失误率有点蛮多的 因为最近打魔咒的一个实验 是蛮少的 你们也知道的呀 最近我开始参加那个 神志浩杰的那个中国去的一个 预选赛了 然后这次预选赛呢 是蛮关键的 他有很长的一个赛程 打完了以后呢 反正中国前二 能代表中国出战去美国 打那个世界总决赛 这里的话 后不咱一来打的还是有点凶的 这个DK我家里各种在串完了 这个大技好要挂的节奏了 这枪够一贴 哎呦完了完了 哎呀你说这个先知屁股也是够大呀 把这个大技给卡死了 不过呢既然前期他用了两发C加上半血 这么来打的话 这里的话 后不上好像也知道这个道理啊 毕竟我们都作为一个老牌的一个UD选手 对于战场的一个分析能力还是妥妥的 这里后不上直接说我赚了 确实死一个大技换了对方DK半管血 然后用了两发C 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前期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套路来打的 比如说我这里的话可以直接来一个数矿 然后他虽然说用他的那个语言流来各种烧到我 但是我这时候还是必须要顺应潮流这个过去直接开一波矿 其实有的时候吧很多朋友就说 哎太太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一场比赛该怎么打呢 像这一把的话就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经验来打了 前期来做DK理念疯狂的时候 他没办法来烧到我 然后这里来说的话 后不上也知道我要选择一波开矿了 所以有的时候吧前职业选手跟前职业选手对打的时候 真的不需要怎么侦查 就知道对面在干什么了 这的话顺利是开关以后的话 是时候来回一下同学们的一个微信了 自从做那个ROTK战队赛以后的话 跟同学们在视频里那个微信TD是蛮少的了 这里的话我最近也是看到不少的一个扯淡的一个微信 比如说来自微信同学的0这个同学他说 特短特短打了几个省连号断了 0吧他当时是这样的 故事背景是有一期我的一个视频 就是巫妖王降临 然后那些视频压制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是吧 你们也懂得出问题以后的话 他就只显示了一半 然后最后最关键最高潮的一半呢 没显示出来 然后这些同学就老说啊 你皮子都是够短了是吧 这今天直接还给我断了这不行啊 这的话我开始利用我这个大级的一个卡位 卡的这个DK有点生活不能吃理了 我去刚电出来 对面刚好设定一个级 估计他是在双线认一个333 然后认得一个二级了 这只能说点倍不能怪社会 命苦不能怪政府是吧 好这里的话我是顺利开完矿以后 DK是非常的惨爱学 只要是前进能把DK压那么惨的话 对于兽主来说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打法的 你可以选择链击 可以选择抓MF 像我的话 比较大胆是直接选择低波开矿 然后这里的话 面对大局上来说的话 给大家分析一下 很多朋友也是说嘛 艾特尔最近你的一个爬根性 都不教我们的一个细节了是吧 很多人就说 你看打你的爬根性 你简直就是个花式虐菜 但这一把不一样啊 这一把我的一个对手是Hopestar 是吧 Hopestar他打魔兽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凶的 以前我们圈里嘛 说打得凶的几个 一个是Fly UD的话就是我跟Hopestar 因为Hopestar他的确 打得一点都不怂 特别是当他用狗的时候 像Hopestar是一个老牌的一个狗流选手的 最早的话 他是跟Fourv齐名的 韩国有Fourv 中国有Hopestar 你可以想一下 Hopestar他在国内的一个 就是那个什么名气得是有多大了 这里的话先知是成功升了一个三级 有二级狼的话 中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本 给人家打一个 哎同学你这个 骷髅烧的还真的是有点烧啊 这打得我这个农民还是血量有点残的 你敢说这个遇到会玩的 确实打那种路人还是有点压力的 这里的话顺利练完这个顾问兵以后的话 血量是非常的残 其实作为这个树框的一个打法来打的话 一定要保证你的一个部队要多 一旦你部队不多的话 你很容易被对方二本一波给冲下来 一冲的话你可以说say good to buy了 这个的话给同学们 有一个同学叫龙贝山 他在我的微信说 TED周周跟老婆举行婚礼 你的节目呢我跟老婆七七不辣 我我我我还在首先很感谢大家 那个对TED的一个视频呢 有这么好的一个支持是吧 其实我做视频更多的是为了同学们玩的开心 毕竟呢像我这样一个老龄选手是吧 你再让我去打比赛的话 我真的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练的 最怪的是我的一个反应已经跟不上了呀 哎这里的欧布达斯直接抓怪了 我去完了这一波打起来有点吃力了 这赶紧的能围杀就围杀 这里大级跟二级狼的话 围杀这个蜘蛛还是比较快的 尼玛欧布达斯这里是直接升到一个三级了 我这里的话是死活的打死一个蜘蛛 这里的话负面受敌啊 这个野怪也是下手比较狠 这里的话赶紧的买一把粉 哎呦 这里我好伤啊 他这个力气是直接升到一个二级了 DK升到一个三级了 完了 这里输矿来说的话是要死的比较散了 哎 没回完 刚才那个微信的那个同学啊 他说那个 他跟他老伯都非常喜欢看我的视频嘛 然后说能不能在节目里给一个祝福 让他开心一下 老TED迷在此谢过了 在这的话给说啊 同学 祝农备山同学呢 新婚快乐 之前你这个微信呢也是有几天的 但是我相信你现在是已经属于一个已婚人士了 已婚人士以后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幸福呦 是吧 你们也懂的 像TED的一个良心清纯小清新主播的话 也是很好的 这的话后不知道压代是比较凶的 其实打成这种局的话 我觉得我这把要脱呀 你说是不是 对面这个阿尔本的一个部队 这蜘蛛跟等级都是有点高 我牛哥刚走出来 而且我刚才那一波的话 部队死上是非常的惨的 还好这个EID图是有雇佣兵的 我们可以把兽主当成一个人主来打 只要对方打得凶的时候 你赶紧的雇佣兵一来 就可以保住小菊花一下了 说到这的话 很多朋友就来说嘛 你知道什么叫加紧菊花赶紧跑 其实上是跑不起来的吗 其实你们自己试一下 你菊花加紧了你真跑不动 我不骗你的 那时候我还专门去试了一下的是吧 有的时候话说完了 但实际上还是要尝试一下才知道的 这的话阿尔本是一路在跑啊 其实这里我是没有狼骑的 我其实非常非常虚的 万一他不跑了呢 回头找我打的话 这个阵型我还是非常吃力的 其实有的时候救火来说的话 一定一定不要选择去用一个踩地板 因为踩地板前提是你要有很多的一个部队 你才能提供一个输出 所以这一把的话 我的一个牛哥是直接升起了一个冲击波 冲击波对于救火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管用的 这里一个冲击波是冲掉了一个车子 打这种团 首先你要知道 断了UD的一个补给 你这个游戏才可以继续啊 你万一一直不断人家的补给的话 你会发现 两个车子加血是相当的夸张的 这里话 很极限的一个C啊 又救起了一个蜘蛛 不过还好 这一波双方换边 只要我能把它的一个边换得差不多了 没办法让它继续来推进我的一个风框的话 我觉得我就是挺赚的了 不过这里看情况的话 双方打的是一个半斤八两啊 这一个车子也是各种战帽白光 所以说后部杀是很久很久没打魔兽了 不过最近它恢复起来 好像是有两把刷子在这里 好这里的话打的差不多了 我也是四时候该走了 结果有时候判断你打 还是不打呢 这个真的是靠经验来判断了 因为你是双框在手 你不用一下给人家打死了 你要记住 你双框的话 你家里有三兵营加上一个公民兵的话 其实你是一个四兵营在包兵 你只需要让对方的一波兵不能集结起来 然后不能一波把你推倒的话 打持久战 你肯定是有优势的 这句话我狼其实出来了 对面只有一个车子 虽说它的蜘蛛是比较多 不过我这边的一个狼 也不是白来的是吧 其实狼对于打二门蜘蛛这种的话 是非常有优势的 它随时随地等于说 都是有一 都有两个大技在一个场上的 这的话我是有粉还好 打这种hopesart这种选手的话 一定要有先见之明的 你要不买这种粉的话 你会发现 你要被人家活生的给袖死 不过这来说 hopesart的一个操作 还非常非常精细 是吧 这里各种之处拉扯着我 好这里的话我磕都出来了 其实有的时候救火 首先你用一个等级 你也要升队 其次特别像兽主一样 你要真的担心二门被人家推掉的话 建议大家双臂爆科多 绝对谁用谁知道 一用吓一跳 其实双臂科多的话 它不单是一个肉盾 最关键是 它在场上的话 是直接能废掉对方的一个单位 然后还能保证自己有单位在场上的 这的话科多一个一个再来 我们的攻击顺序一定要明确 断了人家的补给 你这个游戏才可以继续的 这里又是吞掉了对方的一个蜘蛛 所以你像对面的部队越少 它打死你磕都的一个几率就越慢 现在的话对方只有两个蜘蛛了 而且我的磕都是不停的在往场上冲的 对面小狗也是直接拉过来了 小狗的话我去 三个狗它是找我搬命了 既然它要找我搬命的话 我这边是更要稳住了 因为你这个不稳住的话 很容易一波就被它给推倒了 这里的话去商店购物一下 这个粉跟群补是必须要了 因为前中期来说的话 你明明看到对方蜘蛛有钻地 你不买粉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了 这个疯狂从一开始开到现在 就真的没有安静过 好后面又是一个冲击波一冲 你可以看到对面这个部队的话 雪羊是一摘伤的 而我现在一个牛头 其实就是一个肉盾的 它的一个生存的意义就是一个大技 如果它能吃一发C的话 那我就赚大了 这的话牛头虽说是死了 但是复活起来就170是吧 而且场上的一个磕多呢我是越来越多了 其实当兽族的一个磕多越多的话 UD这方来说的话 打起来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这里的话后步上是发现人家打不过了 直接选择了一波TP 哎呀 只能说有的时候我玩一个兽族吧 毕竟是从UD转过来的 是吧 其实当年用副组练UD打UD呢 也是有些原因的 像之前有那些嘛 Fly不是在那个打直播里面说什么人组联盟吗 他那个真的还好 我当年是苦逼到什么程度 那么四个那个三个族都不跟我练 兽族暗夜人族都不跟我练的 因为比赛你们也知道 有一年整整一年国内的一个比赛 UD就只有我一个 然后所有的一个国内选手呢就说嘛 其实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的 当比赛就打你一个 平时我跟你练习是为了啥 国际上也没有UD能打一个 就是国内的一个比赛嘛 然后平常的话没人跟我练 我只能是让自己提高的话 只能是花更多的一个时间 来练一个富足嘛 因为我们练其他的一个种族的时候 更多的是要了解这个种族的一个 优势一个一个劣势 然后像我们直接选手的话 更多的是了解一个时间差 比如说像兽族 我现在是用一个一本开矿的一个打法 其实呢我这套战术是比较怕二本强推的 二本强推是怎么个推法呢 后部杀其实这一把打的有那么一点问题的 二本强推的时候就直接拉一个农兵过来 把一个腐蚀基地 腐蚀地 直接在我疯狂这里造一个塔 我就是毫无办法了 主要是你可以看到这一把呢 我在中期的时候 部队其实损伤是非常非常多的 只是让我熬到天亮 然后是买出了一波工农兵 是活生生的把这一波给守住了 后部杀这里是打完一个电话了 可以看来是比赛一个积蓄了 然后说到当年的话 其实当年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累的呀 你想最早刚开始打魔兽的时候 你用UD什么组都可以练 是吧 你用UD你的对手 有人组有兽组有暗夜 反正是怎样都可以直接练的 因为当年UD选手真的还蛮多的 像以前的一个LAVGY 现在他是一个露阿露的一个 著名的一个解说员是吧 现在也是转行了 然后后部杀的话 当年也是晋级了很多很多比赛的 上海的呢 有Darkin 有DJ 然后有那个Dung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UD的一个选手 然后现在只是后几年的时候 因为没有俱乐部的关系 或者是有些俱乐部就明说 UD选手我们就直接不考虑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作为一个UD 真的是非常可悲的眼神 其实欧布斯塔也是知道的 最早我想象 最早有些新人的一些UD嘛 他就说想打职业 然后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俱乐部要 然后我帮他问了一圈以后 人家就直接说你是UD选手 那么就不考虑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苦逼的眼神 这句话 我的牛哥是练到一个一级多一点 你说玩一个兽组 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二级这个牛哥 得是有多悲催啊 不过无所谓 作为先知手法的话 其实 他的一个战术核心 是为了把先知 尽快的提到一个5级 只要有3级的一个阴影狼的话 他的一个输出是非常的恐怖 也是非常的夸张的 这里我的狼是侦查了一圈 没找到对方啊 难道他是要来了吗 不过是 果然是来了 我看到那个鱼人处 有不少的一个禽兽在这了 先说这里我是非常提 提前就开始转型 应该蝙蝠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先知嘛 比较怕毁灭那个吸这个狼 然后骑士呢 蝙蝠作为空军来说的话 能给UD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 好 这一波的话直接冲击波 管他是啥的 冲到什么就是什么 用先知里 一定要记住啊 有马的永远都怕人家 直接一个NC链接给你打下来的 当然DK是除外的 这里话一个家选择冲上去 对面的一个等级怎么那么夸张啊 5级DK 4级力气 我突然感觉这里的话 打RPG我还是有点怂的呀 虽说后面有4个科多 但是呢 我这个部队上不去了 这里一个小细节一定要做好 牛哥没上去之前 要高一定要贴好的 这里5个蝙蝠在的话 对面两个车子也是不敢轻易的变毁灭的 你看到蝙蝠这里的话 如果对面没有空军单位 我这里就直接能在后面偷偷的点一下 对面的一个车子 点多了以后的话 对面现在这个时间段 是没办法去升级一个网的 因为他是非常的耗资源的 不过这牛哥呀 牛哥也要死了呀 蝙蝠是非常的多 先把车子给断了一个补给再说 你看到科多兽打油的 就是这点好处 只要对面的一个 部队的一个质量不够高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一口气吃掉 你那么多的一个科多的 现在蝙蝠的话 他的输出虽说不高 但是点车子这种东西的话 还是非常给力的 一个闪电链一电好漂亮 这边限制是成功剩的一个5级了 只要有三级狼的话 对面没有毁灭 你就知道 三级狼他那个输出绝对差不多 等于三个半的一个搭计 这边科多的话 是把对方的一个蜘蛛给密切掉 密切掉的一个同时呢 你一定要注意自己先知的一个走位 万一一个脑三连机 立马就叫你做人了 好 现在的话 可以万慢的 利用一个蝙蝠的一个输出 来点杀对面的一个单位的 这里的话 他DK是没有一个TP的 我要找机会 找机会去点他 这里的话大量的蝙蝠来了 哥来了 一个冲 哎哎哎 裤子脱了就没冲出来 不过还好 这边的话一个蝙蝠的一个输出 还是足够打死一个DK了 你看我这里虽说是在各种浪 这边一个力气的血量是非常的低 你没有大哥 你凭什么在我脸上跳 这里的力气是直接顶起了一个无敌 不过这里来说的话 你没有DK 你这个力气活不下来的话 你所有的一个单位都要被我慢慢的蚕死掉 这的话后部战士直接打出了一个机器 然后说还是那么犀利 不要那么说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吧 我们这些老选手退下来以后 基本功都还在的 很多东西在说嘛 哎为什么现在新的一个选手 老是打不过那种 退役了几年的那种选手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的 一个又是以前我们练习的一个数量 真的比现在的选手多太多了 举个例吧 以前肯哥 比如说 W的那坑线嘛 他是练了差不多有三万把左右 你们想象了现在的一个新人 怎么可能打伯手能打三万把 这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像我们的话 像我打比赛那么多年 七七八八上上下下是吧 大大小小的比赛 加起来也会过一千场 然后这 然后我们还不包括 当年练习的一个数量的 其实我们现在老油条的一些些 虽说不练 但是呢 基本的一个思路和的一个战术 都还是能理解的 当然是 有的时候需要跟上时代的话 还是得去练一下才能跟得上的 有的时候真的有段时间不练 你会发现 你的一个战术思路 是完全跟不上的 但是呢 有经验在 提高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而这场比赛呢 其实打的也是非常的惊险的 特别是在中期的时候 我的一个部队使得 就剩一个先知两个大技的时候 我真觉得自己快无而拖 快无而拖了 不过呢 还好我是作为一个UD选手的 知道先知这个东西 特别是守二门框的时候 最简单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双臂抱科多 科多起来以后 对方只要是力气不带球的话 他是肯定要被兽数给耗出去的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后面的话 是完全利用天然的自己家里的一个三兵营 加上我野外的一个雇用兵 不停的利用双框的一个钱来抱一个兵 然后活生生的把厚布萨给抱出去了 然后打到后面的话 我正面是提前转蝙蝠 也是防止了对方飘毁灭 然后是顺利的拿下这场比赛 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 何不知这位老林选手 还是值得大家的一个尊敬的真的 好本期的一个比赛就为大家解释到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个淘宝店 我们下期再见 同学们拜拜 拜拜